如风说梦幻,八卦天天看 1.2022年五冠的顶级豪门宇岛 今年为何依旧零冠? 在2022年天元祖比赛当中 宇岛服战队拿下三个服战冠军 两个群雄冠军 成绩仅次于珍宝阁 在所有服战队中名列第二 是当之无愧的服战顶级豪门之一 然而时间来到2023年之后 宇岛在天元祖比赛中的战绩 突然间就遭遇了滑铁 在服战中 他们的最好成绩只有一个亚军 在4月份的201连服战当中 他们甚至小组赛只有二胜 没能杀入服战16强 而在2023群雄逐鹿赛场当中 宇岛的最好成绩也只有决赛第五 从未杀入过总决赛 从宇岛服战老板的组成来看 和新老板尼哥、伦总等人全部都在 与去年相比 他们还引入了雄无敌 鸡肉哥两位非常有实力的老板 这两位老板之前都拥有多个服战号 宇岛的指挥阵容同样非常稳定 呆瓜一直被称为最努力的指挥之一 而小飞也与他搭档多年 双方可谓是默契失足 从老板组成和指挥班底来看 今年的宇岛服战队与去年相比 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从战绩上来看 可谓是有着天壤之别 去年拿下五冠 而今年依旧是零冠 兄弟们 你们觉得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因为服战PK版本的变动 还是其他原因吗 二 珍宝阁山哥淘汰 十四季竞台神马力批 山一城 水一城 身向鱼关内判刑 夜深千丈灯 风一更 雪一更 锅碎香心梦不成 雇员无此生 在珍宝阁夺得205连服战冠军之后 十一法山哥手中的武神界总数达到了32个 是当今武神坛的指环王 山哥对于自己号的更新从未停止过 无论是对于装备还是宝宝 都在不断追求完美 近日他又淘汰了一只十四技能的静台神马力批童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编写